抗議啦 嘉義縣大埔鄉 嘉東村要射光電廠 村民拉布調抗議 太陽能板粉射光 刺眼又破壞宣泰 立委八號質詢行政院長 竹榮泰他才這樣回應 地上行的地點 應該不容許這樣 看到哪裡射到哪裡 我們也希望地方政府 能夠負起責任 沒想到十一號業者 就強行進場施工 要射光電板 由村民又宣擋車 竟然被司機怒嗆 不讓開就黏死人 雙方爆發口罩 你怎麼看人家說問 你的說問錯怎麼看 你為什麼看人家看 你有合法嗎 拿來看 你有水什麼水有水嗎 家裡那裡有水的 嘉義縣政府不能袖手 旁觀行政院 應該要出面 解決這樣的光電亂象 明天島綠電政策 浮現後遺症 台電要補足電力缺口 在台南狂改電廠 綠營明帶也扛不住地方壓力 你什麼東西都放在台南 你什麼意思啊 你沒事幹嘛 全部都設在這邊 九威天然發電廠 保存天然發電廠 這幾個加起來 全部都是核能發電廠的量 院長 你廢核的結果 難道要讓台南來承擔嗎 但外界也吐槽 台南立委過去八年 為何不批評蔡英文狂推光電 台南的光電實在是太多了 可是我覺得他不敢講 因為這會觸犯到 那個龐大的光電 所延伸出來的黑暗的勢力 會影響到他的選票 要不然蔡英文的時代 在那邊猛推 台南這些光電的時候 你那時候都不批評呢 八年都這樣過去了 你現在才在講這樣的話 會不會太晚了一點 最根本的問題就是 你廢核啊 本來最穩定的一個 供電的能源 把它連根刨除掉之後 為了要去補這個能源缺口 到處要毀涼田 毀餘溫 毀山林 它就會開始出現很多人謀不髒 貪獨必案 民進黨廢核搞綠電 不知能否補足能源缺口 但已經嚴重影響百姓生活 記者張俊敏 草廷海岸 採訪不到 我是戴麗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